这南山尊的老祠堂里 锣鼓声从空秒钟漫出 一场好戏已经上演 与大人们眼巴巴看戏不一样的事 孩子们并不关心戏台上 是人生如戏还是戏如人生 出于同伴的戏戏 最为期待的是能把乳牙黏拔下来的美食 黄毯堂总是如约而至 那甜到口水蔓延的滋味 是这片山村每个童年 永远无法抹去的快乐片段 古老的终究会慢慢消失 但关于某些工艺的传承会一直延续 吴师傅今年52岁 黄坦堂制作在吴可英家至少已传承五代 每年冬闲 他都拿出自己亲手种的糯米 大麦 复制时光沉淀的味道 老吴拿出选了又选的上好大麦 早晚用泉水浸泡一次 约大一周 芽便长至合乎需要的一寸长 做糖可用鲜芽 亦可晒干 均需用石旧倒成细粉 选一个情好天气的上午 将糯米洗净 浸透 傍晚时捞出粒干 带大锅里的水沸腾 饭赠便可上灶 追熟后倒入糖浆桶 按上辈的经验 拌入麦芽搅拌均匀 纷针转了四五圈 糖水慢慢渗出 糯米化作粥状 装带榨干 老吴的动作力索干脆熟练 翻动 再炸 直至将糖液炸进 将糖液咬到大火里 大火烧沸后 改用小火加温 糖液中的水分不断蒸发 糯米化作粥状 浮泡由小便大 直至整货的起起伏伏 颜色由白变黄 再直微黑 不变的是工艺的缓慢 和造火新传 小锅生起弥漫的汤气 老吴从煎好的成糖里挖一块糖油 放在手中迅速捏成条 将丰收的喜悦和期盼 慢慢拉长 越拉越白 一旁等候的孩子 早已忍不住这美式的诱惑 抢先分享了大人的劳动成果 在那一刻 无论看着忙碌着 黄坦堂不再只是可以瞬息的美食 更是打开了一代代文成人记忆的闸门 从原来的尖挑丹麦 到现在的市场营销 一样的工艺 一样的味道 在经历过市场的洗礼后 黄坦堂正以这样一种群心的姿态 走进你我的舌尖 融进彼此心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